918台东磁上强震 也造成屏隆内部国小发生灾损情形 校内厨房后方围墙倾斜长达10公尺 校方立即拉上封锁线 并通报教育部灾损情形 就发现我们厨房后面这个围墙稍微倾斜 大概估计要20万元 看能不能修得起来 谢谢老天爷保佑 只有少数零星的有一些这个磁砖剥落 电线杆倒塌 那还好没有量成很大的意外 109年教育部推动学校校舍耐震改善计划 希望将所有校舍耐震悉数提升到CDR值大于1 确保地震来时不会造成倒塌或严重受损 在屏隆县政府积极办理下 以全数修建完成 索性在这次强震派上用场 我们采用扩住补墙的工程 从一楼到二楼 总共前后呢 有八根柱子 然后呢来增强 学校的校舍的安全 单单在整个校园 以前的老悲哨的 这个校园整备呢 都已经耐震补墙 大概这个600多栋了 所以这个耐震补墙因应目前强震走造来的伤害 那这个部分我们这八年来做了很多 花莲玉林镇春日国小倒塌后 校园建筑结构安全再次引发关注 9月21号屏东全县也将实施防震安全演练 为地震做好防范措施 袁锡文八浪屏东来意内谱采用不到